这九零 九零零零 我们这边太传统了 本届年代卡拉OK大赛即将开始 大家也可以现在上微博 一起聊聊 你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年代金曲吧 来 大家鼓掌 我们今天的这个卡拉OK大赛 一共分为二轮 第一轮是我们什么 知识尽达环节 冲啊 各位朋友们来赢居委会的游吧 两队居民将以团队的形式来PK 两队轮流选择题目板上的题目 不同的题目代表着不同数目的实用游 主持人出题完毕后 两队通过敲锣来抢答题 回答正确的队伍 可以获得该题目代表的实用游 哦 装备们 干嘛 你们先选嘛 龙哥你选 咱试试吧 先来这个吧 来吧 七零年代三瓶游的第一道题 是一道四瓶题 请我们的伙子张妍杰为我们出题 大家请看视频 大家好我是伙子张妍杰 今天给大家出题了 哈喽妍杰 请问一下哪支歌曲来自七零年代 A 拉拉拉中太阳 B 小邋遢 真拉真邋遢 C 让我们当七双奖 讲吧 好家伙 哥讲吧不用听了啊 D D 想吧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双太阳 D 讲真的敲 D D D 仲太阳和邋遢大王 全都是八零年代的歌曲 让我们当起双奖 是五零年代的歌 那么老啊 我爱北京天安门 你爱北京天安门 是七零年代 哇 不仅说出了答案 还把别的口气里讲 好吧那我们就请七七给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D 我爱北京天安门 哎呦 哇 哇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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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对这样啊 这样我们先恭喜这个我们六零七零好吧 拿到三名 天安门 天美像太阳神 为大英雄冒足心 指引我们向前进 来我们下一边 零零号五屏哦 零零号五屏哦 零零号五屏着 OK 这是一道知识问答题 以下哪一个是迪迦奥特曼的故乡 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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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ES 什么叫做不战而胜 他们还这么高兴就不对了 恭喜我们刚哥为我们排出了一个错误答 好 YES 邵刚老师 来我们了 来三二一 M78新云光之国 恭喜这边又排出了一个错误答 哦 不可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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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 地球 恭喜我们六零七零队答对这道题 说真假的啊 真的 我 怎么可能 迪迦奥特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迪迦奥特曼的召唤人是地球的 但是迪迦奥特曼绝对不是地球的 我这个节目中的导演是八点后吧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 地球是迪迦奥特曼的故乡 M78新云光之国是初代奥特曼的故乡 我想我有个问题 他们奥特曼是兄弟吧 呃 是 但是兄弟为什么出生在不同的地方 要你管 要要 那我就不管 哈哈哈哈 哦 他父母度蜜月 对啊 对 各种旅游 每个星球上诞生一个孩子 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看看看看这两个 不是 真是地球 真不是M78 不对 等一下 我有意义 啊好允许男的有意义 动漫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他从哪来的 漫画说了 你看这谁画的漫画呀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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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最终解释权由主办方所有 龙哥你用得了那么多油吗 给我们两瓶 我都不好意思了 龙哥 我们选七零后的五瓶 好嘞 七零后的五瓶 巴比Q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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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那 这道题同样是我们的伙子视频出题 来 大家请看视频 怎么了你这是 老天爷真的开眼了 这演技好啊 哎呀 这段见美猜 请问我刚才模仿的这个小品片段出自于 小品 每年春晚作品名 哪一年 我请抢他 这么不自信吗 天啊 姐姐姐 没人很难抢 对我看他们也不想抢 哦 那个蔡明老师的那个机器人 梦幻家园 哦 哪一年的 哪一年 梦幻家园 零零八年 零零八年 零八年差不多 看一下正确答案 卖房那个 正确答案是蔡明老师2008年的作品 梦幻家园 厉害厉害厉害的 我演的 厉害什么玩 哈哈哈 来看一下 老天爷真的开眼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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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脑子 哇哦 这个音乐很摇滚的 龙哥 对 气他 气他吗 这是你当年特别挑战的一个小品 也还好吧 这道题其实对我们伙子们太难了 不是 所以是七零年代的五瓶游体啊 嗯 那你以为迪迦奥他们对我们不难吗 我们不照样答对了吗 也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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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是